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4年 10月4日 已經是星期五 俄羅斯進入侵烏克蘭之後 以色列 跟俄羅斯的關係 可以說是十分之微妙 他們 又保持著一種不是盟友 但是也不會反面的關係 原因就是 在以色列裏面 擁有150萬俄裔人口 這批 當時 是為了逃避納粹追捕的一些猶太人 去了俄羅斯 去蘇聯 又或者是烏克蘭 現在的 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 也是猶太人來的 所以 大量的猶太人 其實就是俄羅斯在戰後 從那裏過來的 變成 現在的人數到了150萬 這150萬人 佔900多萬人口的以色列來說 是接近兩成 的投票 以及勢力是不小的 所以 以色列即使很想主持正義 但是 也不敢公開接受烏克蘭抵抗俄羅斯的侵略 當然啦 他也曾經做過滑船的工作 但是 不敢做到那麼出面 只能夠暗中提供一些幫助 俄羅斯可以說是有恥無恐 因為他的手伸進 中東之後 尤其是他撐住 這個 敘利亞的屠夫阿薩德 有他的支持 令到阿薩德是 整個中東莫里花革命 還有伊朗之外 唯一不倒閉 伊朗背後也是有俄羅斯的軍事支持 早一陣 有一個消息就說 伊朗計劃提供導彈給俄羅斯 換取俄羅斯 協助伊朗 促進或者加快他的核武研發 以及製造過程 這令到美國提出警告 你敢亂來 我們一時間炸你伊朗 我們 俄羅斯也不客氣 似乎就有 震著的效果 整個中東局勢 其實以色列又想幫烏克蘭 但是外於他裏面有百多萬俄裔人口 也不敢幫 他怕 投票的時候下一次 會受到一個報復 我們其實也覺得奇怪 你們本身 猶太人 你們受到別人的侵略 被迫 遠走他鄉 到了現在在安全的地方 看到你們的同胞烏克蘭也有猶太人 你們的國家如果成為納粹侵略人 你們覺得 可以接受嗎 你們因為你們是俄國人或是俄語人口 你們支持俄羅斯的侵略行動嗎 這件事真是很難說 我們看到以色列 其實國內也有些左膠 一直抗議 所以就叫 內塔尼亞胡要停手 不要 把哈馬斯趕盡殺絕 原因就是要他甚麼都答應哈馬斯 早一陣子大抗議 這陣子就沒有了 為甚麼 因為 才能做到事 哈馬斯幾乎全簽 而真主黨也幾乎全簽 最新的真主黨領導人 一選出來沒多久就被他倒閉了 我們看到 最新的情況就是 根本 這個真主黨 哈馬斯 伊朗 背後 最大的兩個老闆就是俄羅斯和中共 我們可以再深入一些分析 去年10月7日的一場恐怖襲擊 哈馬斯部署了幾年 他背後 最大的勢力 不是中共就是俄羅斯的 當然 他是依靠伊朗支持 但是伊朗 不是中共俄羅斯 俄羅斯更加有利誘的方式 就是 希望中東 再啟戰端 美國 沒有辦法同時兼顧兩個戰場 當然 首先 首先他太少以色列 第二 我們看到 俄羅斯在中東插著手 基本上 他就支持敘利亞 但是阿薩德 跟伊朗也不太對 但是他也同時支持伊朗 這兩個人本身也不太對 實際上 背後也是俄羅斯支持 俄羅斯玩的 地緣政治平衡 他玩得很厲害 最近 我們看到真主黨 被 以色列幾乎全簽 普京急 普京出聲 他直接譴責以色列 要求以色列 撤兵馬上停火 已經是很強硬的了 真主黨經常都恐襲 你不出聲 現在你要停火 似乎這樣 激起了以色列 那種 是憤怒 以色列 就是俄羅斯 住在中東的一個 軍事基地 是扔了炸彈 整個地方的彈藥庫 產生了一個很大的爆炸 這個 也是俄軍的空軍基地 這件事 當然 當然是普京 最大問題就是普京 你多事 做駕倆 現在我們教訓真主黨 你俄羅斯 敢出聲 實際上其實中共也是 之前一直 譴責 用召喚機去襲擊真主黨 然後 譴責 在南黎的軍事行動 也要求 以色列退兵 俄羅斯 最近也出聲 可能普京看到 勢勢不對 再這樣打下去 中東 美國就不用把手插在中東 直接來搞烏克蘭 所以俄羅斯 很急 俄羅斯和中共也很急 因為他們圈養的流氓小弟 是一個一個被收拾 先 就有哈馬斯 然後到了真主黨 現在說要打完胡塞武裝 和伊朗 你想想 最終可能連阿薩德也做了 你怎麼知道 所以 現在看到俄羅斯你普京造假了 好 我就動你 以色列襲擊位於敘利亞境內 黑梅米武的空軍基地 這個基地目前由俄羅斯軍方營運使用 襲擊 之下 一架隸屬伊朗的軍機 剛剛卸了一批貨給真主黨的軍火 結果也炸了 報道說 以色列的導彈是命中了基地的武器庫 俄羅斯的防空系統 立即啟動攔截 不過接不到 因為大家知道 俄羅斯實際上那套系統是S-400 S-300 差點S-400的話是很先進的 結果是沒有了 因為其實他已經賣給伊朗了 伊朗是用俄羅斯這套系統 但是完全抵擋不了 美國的火箭 美國的導彈 是任無人之境 其實我們看到 以色列在進軍的真主黨的期間 他們挖掘的隧道之中 起出了大量的彈藥庫 彈藥庫裏面 很多是俄製的武器 外界猜測認為以色列 向俄羅斯動手的原因就是如此 不過現在 以色列 實際上是腹背受敵 如果另闢戰場去搞俄羅斯 會不會使得國際局勢進一步升軍呢 當然 以色列做得的事情 根本他已經算好數了 也覺得你忍了很久 忍了你很久了 你在後面做那麼多小動作 你以為我不知道 你支持真主黨 支持哈馬斯 搞我 恐襲我 其實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中共 你以為以色列不懂嗎 白痴也看到你們是幕後黑手 俄羅斯的誘因是最大的 因為他如果可以開啟另一個戰場 美軍真的 沒有辦法顧及他歐洲 烏克蘭可能是好打一點 順利一點 獨裁者一定是這樣想的 這次以色列 夠膽去動俄羅斯 肯定就有後著 之前 其實如果他可以暗中把很多的防空系統 或是把無人機系統提供給烏克蘭 烏克蘭就很厲害了 因為最新的 習近平總統 就發佈了 他們烏克蘭生產的無人機 每年可以生產 400萬架 而今年的產量比去年多很多 即是說 接下來的產量越來越多的情況下 無人機就變成了代替了士兵 他基本上可以 省下很多的戰場損失 找無人機去炸你搞定了 對不對 當然 以色列跟烏克蘭之間可以有很多合作 因為 扎尼斯基就是猶太人嘛 實際上也是自己有來的 普京肯定不是 普京是追殺猶太人 的一個屠夫 以色列沒有理由不站在烏克蘭那邊 當俄羅斯 如果跟以色列正式反面的話 以色列 肯定 我覺得他會 幫助烏克蘭 攻擊俄羅斯 因為 烏克蘭 他有夠膽打 以色列有夠膽打 最夠膽是以色列 所以 美國最佳的軍事策略和部署 就是扶持烏克蘭 成為歐洲的戰神 就是我們克制俄羅斯的 然後中東就有以色列看場 遠東 亞洲就由日本和印度去看場 這樣 這兩個中俄的邪惡軸心 我不出仰 當然如果可以消滅伊朗 當然最好 因為伊朗 提供彈印給俄羅斯 實際上烏克蘭也想動伊朗 當然烏克蘭現在自己的邊場莫及 如果 跟以色列可以結到盟 成為了 中東和歐洲的 鐵桿力量 我相信 這些邪惡軸心 我不出仰 我覺得事態發展 把俄羅斯拉過來 中東 其實是最好的 那麼 你敢動手嗎 你敢派人來嗎 你又不敢派人來 動手就動手了 分分鐘 一獲就搞定了 阿薩德政權 一會就把中東的邪惡權 一個個推翻 這節我們先說到這裡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六部曲 我們誠意邀請經濟虛化的朋友訂閱Patreon 大家也可以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幫我們多點欣賞廣告 拜拜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即時可以找到屋租的 所以我們為大家提供一個廉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 有雙人房 有家庭房 每個月有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的穩金 大家最少住一個月 所以 價錢不是很貴的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 才可以來英國 為一些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提供了便利 我們也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由不同的地方 接送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絡 繼續節目之前 先要多謝Surfshark VPN支持本台 Surfshark VPN可以保護你的個人資料被盜取 避免被黑客盜用信用卡 上網可以體驗沒有廣告 沒有彈出視窗 沒有追蹤的網站 粉碎審查制度 可以幫助你繞過政府的審查 隱藏你的網上記錄 可以自由訪問新聞 娛樂和社交媒體 100個國家3200多個伺服器 可以看Netflix和Disney Plus不同國家的節目 不限裝置 訂閱Surfshark可以一家人用 多少部手機電腦都可以共用一個帳戶 還未安裝VPN的朋友 記得快點安裝Surfshark VPN 多謝